小熊住山洞 小熊一家住在山洞里 熊爸爸想砍一些树 盖一间新房子 春天 熊爸爸带着小熊来到森林里 树上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 小熊说 爸爸 树叶长得多绿呀 我们还是不要看了吧 夏天 小熊和熊爸爸来到森林里 树上开满了花 小熊舍不得 又说 爸爸 树上的花 开得多漂亮啊 就别看了吧 秋天 小熊和熊爸爸来到森林里 树上 接着红红的果子 小熊对爸爸说 树上 接了那么多果子 我不忍心砍 冬天 小熊和熊爸爸来到森林里 熊爸爸刚拿起斧头 忽然听到了树上鸟儿的声音 好像在说 求求你 别毁了我们的家 小熊 小熊连忙对熊爸爸说 爸爸 你砍了这棵树 小鸟们就没有家了 别砍了吧 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 小熊一家没有砍树 一直住在山洞里 森林里的动物都很感激小熊一家 给他们送来了好多鲜花和果实 好多鲜花和果实 好多鲜花和果实